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們由每隔兩個月一次的電影分享 今次來到第三回 電影類型10講的第三回 今次講《傻人有傻福》這個類型的電影 再次很開心 請到黃盈福先生 跟我們去分享這個電影 今次用的電影就是拍攝 零頓2 就是一隻住在柏林頓英國的 一隻熊啤啤 他的經歷 這部電影也有兩集 今次選了第二集 是主打的 跟大家分享 稍後 會和大家慢慢分析 電影的結構內容 讓我們細微一下 在分享電影之前 我想和大家 講解這隻熊的歷史 讓我先分享一下 PowerPoint 這隻熊啤啤 這隻熊啤啤 其實在英國 也有很久的歷史 1956年 被他的作者 Michael Bond 創作出來 1958年出了第一本書 所以他也有60年的歷史 不如我們看看他的短片 快點進去 走 鬼卦 尖叫 在那些 入口 他 就 走 到 謝謝你,我希望你會有一個美麗的祝福 茶? 是的,請 對不起 啊 啊 没关系 oh dear perhaps you would like a marmalade sandwich i always keep one for emergencies so do i i keep mine in here oh for later the party is about to start your majesty happy jubilee man and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t's very kind that's very kin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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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歷史 我剛才也有說 他的創作人在1956年遇到他 小小故事 Michael Bond 他的創作者 故事的 writer 有一次乘火車 在倫敦 他看到 一隻 熊啤啤啤在書店裡 很孤單 一隻 在書店裡 他覺得 很孤單 所以 他買了他 送給他太太 然後 他 開始為這隻熊 創作故事 一隻熊 正式進入了他們的家 成為了他們的家 成員 而 剛剛 他們的家 是在 柏林頓火車站附近 於是 他為這隻 啤啤熊 改了名 柏林頓 然後 他發覺 很快 可以為這隻熊 寫很多故事 所以 他很快就在1958年 出了第一本書 叫做 藍色這本 Bear Code Paddington 之後 陸續出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去說他如何融入人類的生活 以及有些旅遊 有些探險 他喜歡去旅行的故事 你會看到 不停地出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又或者 那些故事 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 他的 繪畫的人 有很多不同的畫家去繪畫 造成很多的繪本 也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會出現 你會看到 有一些是平面的 左上角 最初的版本 工作時 你會看到 那隻公仔 是線條 畫出來 然後 慢慢 會出現 彩色繪本 甚至 一些立體 pop-up 故事集 而 這個pop-up 故事集 我們在這套電影 都會看到 亦非常特別 我們會看到 在裏面 大概有兩三分鐘的時間 就是 帕琳頓這隻熊 去幻想 如果可以跟 Auntie Lucy 可以一起 遊歷 倫敦就好了 但是不行 她很想用一本 pop-up 的書 去讓 Auntie Lucy 可以進入 倫敦的世界中 在這套電影 所出過的 pop-up 的書 頁數 其實在真正 電影 播出之後 真的出現了 這本 故事集 我看完之後 我也很想用 有一本 可能有機會 我去到英國 都會去買 這本 故事集 有齊了 電影中 所出現的 pop-up 頁數 另外 風格 早在1960-1970年代 已經出現了 一些電視集 但有一些已經是沒有archive 不能再看 而最早期的就是 看到這個 就是用 stop motion的公仔 去做的TV series 它很特別 你會看到 後面的人 是平面的 但是 那個空間 是立體的 但是 Pettington 它就是 很彩色 和立體 讓我們看到 好像人 平面了 但是 這隻 是一個 很立體的 生活 在英國 我們可以 看一下 它的短片 是 平面的 是 平面的 是 平面的 Good afternoon, he said. Can I help you? Well, no, said Mr. Brown. We were wondering if we could help you. You're a very small bear, said Mrs. Brown. Where are you from? Darkest Peru, said the bear. I'm not really supposed to be here at all. I'm a stowaway. I came all the way in a lifeboat, and I ate marmalade. Bears like marmalade. I used to live with my Aunt Lucy, but she had to go into a home for retired bears, so I emigrated. Oh, Aunt Lucy always said she wanted me to emigrate when I was old enough, but now that I have, I'm not quite sure what to do next. 我們看到這麼多 其實我們都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 剛剛好這個就是 Paddington來到這隻來自秘魯的熊 他剛剛在Paddington的貨車站看到 Brown的家庭 之後其實電視一直推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平面的Animation 2D版本 這個是Stop Motion Animation的版本 比較新的 其實有很多都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 交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發掘 最後會講一講電影版本 電影版本是14年有第一集 17年有第二集 分別第一集是秘魯的這隻熊 他移民到英國之後 在一個家庭裡去生活 去接觸或適應人類的生活 而17年這個版本就是 住在這裏 如何融入社會 以及遇上麻煩 之後入獄 如何處理 以及如何幫助人 或者當中入獄的角色 可以讓他們的夢想成真 或者很正面地面對生活 所以這也是挺有趣的 我已經說了很久 我將時間交給刑福 去幫我們分析一下這套電影 讓我們了解多些 時間交給你 謝謝 謝謝 好,那我們今次講 《傻人有傻福》這個故事的類型 我們講一下這個半小時 學到什麼 剛才已經介紹了一些相關的背景 我們其實都是用之前的方法 我們會用三學十五場 和《傻人有傻福》的類型 來看第一集和第二集 我們主打第二集 但其實都會講完第一集 我覺得這套電影 我們如果很多時候去看電影 我們知道 有時候這套電影 收到大家就會拍續集 但往往續集 都不比第一集好的 只有少數 可能是《傻人有傻人》 才能比第一集更好的 這套電影 我覺得也是少數 即是續集 比第一集更好看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第一集已經很好看 但起碼 多數評論都會覺得 兩集都起碼是不相伯仲的 其實這個是相當不容易的 並且我覺得其實 第二集有一點好 就是它會用回第一集的一些元素 但不會令你覺得是重複 而反而是令到第二集增值了 而我覺得這一類的 你見到 紅仔電影 其實是合家歡的卡通片式的故事 這一類的卡通 內容一定是很多很誇張 很不合理的地方 但當一套電影變成真人版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對它的合理性更多要求 所以你看到卡通片 很多純卡通片 你覺得不合理是很容易接受的 但當它拍了真人版 很有趣的 我們對它的合理要求 又會提升 那我覺得這套電影其實是好東西的地方 尤其是第二集 就是它的鋪牌 怎樣令到很多卡通式的內容 令你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合理 很自然可以接受到 那這個呢 我其實覺得這套電影的劇本 基本上可以列為教材級的劇本 那我們等一會兒 其實是會用完三幕十五場 我就會給大家去看一下 其實它那個鋪牌 怎樣令到這些不合理 變得很合理 那這個都是我們去學寫故事的時候 怎樣做好那些伏線的地方 好,那兩套電影 剛才說過 那你問這套電影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我覺得第一套是說秘魯的小熊 其實他是偷渡不是移民的 那不要緊 總之他移民倫敦 他想在裡面找一個家 其實這樣的故事前提 你已經覺得很有趣 不過我覺得其實第二集 那個前提更加有趣的 就是講一隻小熊入獄的故事 你這樣去聽你已經覺得是 這個故事是很有發揮的空間 當中的 其實有時候就是你知道自古至今 已經有無數的故事 你怎樣可以推陳出身 其實是相當之不容易的 最近我看到另外一套戲的預告片 我覺得都是很有趣的 他就叫做暴淚野 這個就是出現了這個史上最好打的聖誕老人 就是我們的印象裡面 聖誕老人就是一個合家歡的溫情故事 但是這套戲裡面就說聖誕老人 他在一個故事裡面是真實的聖誕老人 不是人去扮演聖誕老人的人 他真的是聖誕老人的神話人物 誰知道他遇上了一些匪徒 他怎樣去打獲金 將一套聖誕故事變成一套暴力片 但是其實他那個前提是有說的 所以這些都是個故事推陳出身的方式 當然你看Pettington 你又不一定會喜歡看這些打鬥片 但是就讓你看到 其實故事前提是很影響到一套戲的發揮 那我們繼續用布萊克史萊德這兩本的書 當作是我們的教科書 你有興趣你可以上網找 這兩本應該沒有電子版的 但是我猜你還可以訂到一個實體版的 其實他有出過大陸版的 不過我不知道你買不買到 其實如果是英文版 其實還多幾本的 英文版這個系列 就是作者已經過了身的 但是他有一些圖子圖書 其實接力幫他寫的 包括怎樣用他這個模特兒去寫小說 去寫電視劇本 因為這裡說的是分析電影的 但是電視劇又不一樣的 所以你有興趣 這個整個系列好像有七本這麼多 你都可以找來看的 我已經買了其中四本了 好,我們就說故事類型 故事類型是什麼呢? 就是擁有類似情節模式 和角色設定的電影作品 知道故事類型是比你真是去欣賞一套 或者去寫一套戲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些 如果不是可能會散修修 因為你有一個類型 你知道這種類型大概要兼顧什麼 才可以寫得好 那麼史萊德他就把電影的故事 分成十大類型 他認為基本上涵蓋了你所看的所有的戲 當然有時候其實一套戲裡面 可以超過一個類型的 譬如說我們今次去看這個 帕林頓2 他可以歸入常有傻福 但是你也可以說 他是屬於小人不遇上大麻煩的 其實都是通的 那麼我們之前說過 例如說瀑布是屬於成長儀式 但實際上其實他歸入伙伴程 都是合理的 甚至我後來想回 可能用伙伴程說 是更加適合的 所以有時候你會知道 就像我們學狗型人格 其實你有一個主打 其實有另一種 有時候會有誰跑出多一點 這樣是不奇怪的 只不過就是 你總是要有一個類型 幫你去理解這套戲 其實會比較適合的 好了 那麼有什麼傻人有傻福的著名影片 第一套 你一定會很認同 甚至乎 我想大部分人都會看過 就是阿金正傳 好像是1994 還是什麼時候的作品 總之來到現在 你還是覺得很好看的 最近還出現了 印度版的阿金正傳 沒有看 你有興趣可以找來看 有些人說都拍得相當不錯 那麼 所謂傻人有傻福 這些傻人 有些是真傻的 好像阿金正傳裡面 那個阿金正傳 其實他真的 是那個 智商有些問題 是吧 但是呢 另外有一些 其實他不傻 有些人覺得他傻 那麼就好像隔離這套 《金法由密》 香港就好像叫做 《律政可人兒》 其實他也是很著名的 這個常人有傻福的電影 因為那套戲 其實是想推翻 那些人覺得 那些金法的美女 都是無腦的 這個想法 結果 一個其實 都是有些少傻家家的女生 但是很厲害 可以進到哈佛的法學院 最後來就 憑著她對那個 Fashion的了解 去打贏了單的官司 並且這套戲裡面 其實有一件事 其實跟我們今天要看的戲 都有一些關係 就是這套戲 令到粉紅色 成為了 傻人 聖美的象徵 所以你看這套戲裡面 他很喜歡穿粉紅色的衣服 你知道有很多 那些 就是 女生的公主裝 就很喜歡是粉紅色的 所以 你留意一下 其實這套戲裡面 其實都是刻意使用了粉紅色的 並且我說 其實他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我要加入這個粉紅色的元素 我不是強行放進去 我怎樣 在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把這個粉紅的元素 加進去 又自然呢 你有看過這套戲 你就會知道 就是 他負責 小熊進去 加密之後 他負責去洗衣服 結果他就不小心 把一隻紅色的物 丟進洗衣機裡面 結果搞到所有的籌衣都變成了粉紅色 但是那個是做了一個美術效果 因為我們做美術效果都要合理的 那麼你不想令到那個監獄顯得很陰沉 你想用粉紅色 那麼他就鋪排了一個這樣的劇情 而這個鋪排本身呢 都是一個合理的鋪排 並且他本身製造了一種戲劇效果 然後呢 就令到整個場面可以變成粉紅色 那也是代表傻人勝利的象徵 那麼所以 這裡有一些的位置其實很值得留意的 這套戲其實你都有興趣可以找來看 其實兩套都蠻好看的戲 好 阿章 那麼傻人有傻夫的故事的特色是什麼呢 通常就是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 可能是真傻 可能是深藏不露 假傻 不過大家都覺得他傻 那麼他就對上了一個強大 通常是當權者的壞蛋或者體制 那麼就 然後我們 就去看一個我們所謂的笨蛋去挑戰 社會上有權有勢的人生勝利組 就是好像 剛才那套戲《金法遊物》 就是在傳統美國覺得 那些金法的美女都是沒有腦的 那麼於是他就去挑戰 他就去哈佛的法學院 這些大家覺得要最有勢的人才可以讀到的 所以他挑戰的不一定是壞人 可能是一個體制來的 那麼所以呢 其實在佩甯頓第一集裡面 他的挑戰就是 其實究竟倫敦這個社會 是不是真的好像之前 去秘魯探險的冒險家 這樣說 是很溫暖 會去welcome那些陌生人呢 這樣 那麼他怎麼用他的傻氣去令到 這個當然是以一個家庭來做象徵 去接納了這隻小熊 住在他們當中呢 那麼這兩個故事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通常都會有一個重要配角 他是傻人的同伴 他總是對各種的情況療如指掌 但是不相信傻人可以從他的偉大計劃裡面 順利脫身 那麼這種角色呢 通常是鬧劇情節裡面出揚不上的人來的 那麼所以你看到呢 這個裡面呢 就是暴朗先生了 就是收養他的家庭那個伯伯 那麼其實他最不想收養佩甯頓的 那麼他本身呢就是做一個的保險公司裡面 做風險評估的 那麼他就算過呢 哇如果一個家裡面呢 就是收養一隻熊呢 他們遇上災難的機會呢 是會提高了400-4000個percent 那樣的結果的確呢 就是他都未為家裡買保險 Peddington就已經闖禍了 就是一個對風險評估 遼弱指掌的人 總是覺得這些傻人呢 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那麼結果呢 是永遠是令他呢 就是推翻了他 那麼而且呢 就是通常裡面的 有些搞笑的情節就是由他負責的 好像在第一集裡面呢 他有一場戲呢 他應該要幫Peddington 去這個地理學會裡面 去找一個資料 那麼他假扮那些的 就是清潔工人 那麼你留意一下 那個的設計呢 都是讓他去穿粉紅色的衣服的 那麼你留意一下 就是戲裡面呢 真是一個好的戲裡面呢 他連怎樣用顏色呢 其實他都計算過的 就是在一個怎樣的情節裡面 令你覺得很自然 不是很大壓的樣子 那麼但是他有象徵性的 雖然呢 觀眾看的時候 未必第一眼察覺到的 但是呢 我們對很多美感的吸收 其實是很直覺的 那麼他是令到 你去感受到這套戲的 好了 那麼總之就是 這類常有傻福的戲裡面 就是這些各式各樣的傻人呢 都令我們呢 就是 去看到呢 就是這些被群體排斥局外人的人生 那麼你想想 就是一個秘魯的小熊來到英國要去移民 其實是 你覺得他會被排斥的 但是他怎樣融入去呢 那麼現實裡面呢 其實我們呢 有時候都會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來的 你可能不適應這個社會 不適應你的公司 就是你從這些傻人裡面呢 最後來的那個勝利裡面呢 其實你是得了一些快感 出了一口氣 你覺得 不是喔 其實人生呢 是善良一點 純真一點 其實是OK的喔 那麼當然你 你又可以說這些戲 真是 就是人民的鴉片 那樣 但是他 他是 就是 令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們其實心裡面 我們都是希望 人力可以善良一點 我們可以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然後生存到 那樣 那所以 這類的戲 可能你剛才提到的 就是 其實一個蠢的人 他都可以有他的成就 好像金正傳裡面 就是 他有他的人生 然後呢 金髮的美女都不一定是蠢人來的喔 其實他們都可以是很聰明的喔 就是他都是有一點點去 顛覆我們的想法 那當然他們是誇張了的 但實際上就是 他讓你去看到就是 這些傻人 實際上是有他的價值在的 那所以其實 一些好的 這些常有傻福的電影 其實都是 可以有一點點顛覆了 我們一些的 就是既有的想法的 好了 那這種戲呢 通常有 三個重要的元素 第一 當然就是 傻人 純真就是他們最大的優勢 那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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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呢都會忽略了這個 人 那種的能力 就是 其實他有一些很好的 才華 或者能力在當中 就是 只有一些的知情者 在 在他裡面就是 布朗先生會 执道的力量 那當然這些是 指一般來說 布朗先生其實 很擔心他 那 那當權的體制 體制可以是 傻人原本生活的環境 亦都可以是 一個全新的世界 那在 第一集裡面 就是倫敦這個社會 在第二集 就是 他進了監獄裡面 哇 就是一隻蟲進到監獄裡面 你想 大鑊了 這樣 就是被人當了是一個 就是 盗涉案的 就是 匪徒 然後被判十年監 這樣 他在監獄裡面 你覺得 他應該被人 尖皮拆骨 但是 他就會說 他怎樣在監獄裡面 改變了監獄 那 就是 這件事是 有趣的地方 最後他怎樣 咸於翻山 無論有心無意 傻人 會獲得一個 新的身份 新的名字 那其實在第一集 第二集就比較 沒有 第二集 總之 還回他的清白 但是第一集的時候 他就成為了一個家庭的成員 他由一個外來的人 成為了家庭的一份子 有一個新的身份 這樣 好了 又是三幕十五段 就是 人物 前提 然後他遇到什麼危機 他怎樣去抗爭 然後怎樣去化解這些危機 那 亦都是 就是我們按著 這樣 就是 故事 有一些 pattern 有一些節奏 我們去看 故事 那我講過 就是 你 只有一個數字 代表發生了一些事件 就是 如果 多於 所謂一分鐘 其實是指 有一個 的 時段 其實有很多情節 在裡面發生 但是他這些 就是 讓故事 你看的時候 不會覺得悶 因為一步一步 就是有各種的鋪排 這樣 好 我們先看第一集 要加速去看 那麼 第一集 其實實際上 就只有85分鐘而已 那 就是說 那些後面的數字 都是拿來參考的 好了 那麼 故事一開始 就是一個黑白片 那麼 但是其實你計些時間 那時候沒有理由黑白的 不過不要緊 這些卡通片 這些位置 是沒有所謂的 總之就是很多年前 有一個英國的探險家 在秘魯的蜜林裡面 遇到一對 通人性的 就是 熊夫婦 那麼 也都教識了他們 講英文 並且 就是教曉了他 很多人類的生活的東西 那麼 又邀請到他們 將來有一天 可以來 倫敦那裡去 就是探訪 那樣 那麼 結果就一格 好像是40年 那樣 那麼 然後呢 這個開場就是這樣 然後 故事設定是什麼呢 原來呢 就是那對的熊夫婦 就是 在那個 的 冒險家裡面 那裡 學會了很多人類的文明 他們 懂得說英文 然後呢 他 懂得去製作 那個 馬文尼的果醬 那麼 他們一直就很希望去倫敦 那麼 他們呢 就收養了一隻的熊仔 那麼第二集才 說到其實是怎樣收養的 那麼 收養了一隻很活潑浩動的熊仔 怎麼知道呢 他們那個的家園呢 就在地震裡面被毀了 熊伯伯就死了 那麼 熊依依 那些Lucy呢 那麼就 覺得 糟了 怎麼算好呢 那麼 家園被毀 那麼他自己就 想著去入住去退休熊引之家 那麼 但是呢 這個小朋友呢 其實還有他人生大好前途 那麼於是他覺得 我就要幫這隻 小熊呢 偷渡去到倫敦 因為呢 他們的印象裡面呢 哇 倫敦呢 是一個好客之都 只要他去到的時候呢 一定呢 會有人收留這隻小熊 去給他在裡面去成長這樣 那麼 總之就是他裡面呢 中間也都安排了一條段 就是他們 常常去學英文 然後那些 那些學英文的打裡面呢 就在那裡教他 就是在倫敦裡面呢 講天氣 就是 在英國裡面講天氣 不知道有多少種說法 那麼 而且你來到倫敦的 英國的話 你只需要呢 遵守一些很簡單的原則呢 你就好像有在家裡面的感覺了 那麼 但是當然 然後就說 其實來到倫敦 都很不容易的 這個倫敦 就成為了一個體制了 那麼所以 究竟倫敦 是不是一個 可以善待陌生人的地方呢 那麼 這個其實 又跟我們現在的處境好一樣 無論是香港 還是烏克蘭的人 來到英國生活的時候 究竟 英國社會 是不是很願意去接納這批的人呢 那麼 這個都 正好就是跟我們現實的情況呢 有一些的銜接 那麼 當然 就是 Lucy呢 她送走小熊的時候呢 就 教她呢 你要 很有禮貌 所以你留意這套戲裡面呢 然後呢 她看見什麼人呢 都是什麼什麼先生 這樣 就是很禮貌 那樣的 然後呢 這個馬雲尼呢 就是這套戲裡面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道具來的 那因為呢 那因為呢 紅伯伯教教她呢 那你永遠呢 要留一份的 這個的果醬三文字呢 以備緊急之需 那其實 這套戲裡面 都是發揮了作用 也都是塑造了這個角色的 就是因為 我們去塑造一個角色 其實人都差不多了 紅都差不多 那這隻紅有什麼特色呢 我原來這隻紅 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它永遠會留了一份 馬雲尼的這個果醬三文字呢 在它頂帽裡面 這樣子的 嗯 好 好了 那它的角色素材 就包括呢 就是你會見到呢 這隻紅呢 就是它很有禮貌的 但是呢 如果你只寫它很有禮貌 那就很沒有人性的 那你要怎樣 令到這隻紅呢 保留回它一些 或者很原始的地方 就是它吃東西的時候呢 是很粗勞的 就是譬如說它喝茶的時候呢 是整個拿著個茶壺 直接放進嘴裡面去喝的 所以你留意一下 剛才我們看的那段呢 它跟英女王喝茶的呢 都是保留了的 為什麼保留呢 就是因為這個橋段 是令大家覺得很有趣 就是一個很有禮貌的紅 但如果它從頭到尾很有禮貌 你不會喜歡它的 正正就是它有些地方 沒有禮貌呢 你才覺得這些紅是很真實的 所以在它裡面 它又很善良 但又很隆盡 經常闖和 是令到大家會喜歡這個角色的 當然啦 剛才提過了 就是那份三文字有什麼用呢 其實在第一集裡面 它經常有一些白鴿 走到它前面 好像向它要食物那樣 它覺得我分一點點給你可以 但誰知道原來它發覺 原來我分一點點給你 就是一大群白鴿來了 那它就 糟了 我真的搞不定這麼多隻的 於是它經常在掙扎 我應不應該 跟這隻白鴿去分享那個三文字 這個呢 又是很人性 尤其是它有一場很落幕的時候 它已經 就是 離開了 暴朗先生的家裡 流浪街頭 那它還要不要跟那些白鴿分呢 你會很同情它 但是呢 這個伏線呢 最後來 去到 這套戲最後呢 是 救它一命的 真是用來應急的 救它一命的一個重要的工具 所以重要的伏線呢 其實在這套戲裡面 是會 多次出現的 在第二集裡面 都是這樣的 所以它在故事裡面 一些細節呢 其實它是鋪排得不錯的 好了 然後我們去陳述的主題 大概在這套戲裡面 就是頭過幾分鐘 當洪依依要送她上船的時候呢 就是 她就在那裡說 就是 你要找一個新的家 在倫敦裡面 那究竟她這個移民 可不可以成功 可不可以落地生根呢 其實就是 這套戲要去講的一件事情 那究竟倫敦 是不是一個 善待陌生人之都呢 其實就是在這套戲裡面 所以我說 這套戲根本就是倫敦的宣傳片 來的 但是然後她有趣 就是當她去到倫敦的時候 她第一件發現的事情 就是沒有人理她 好了 所以在一套戲裡面 其實不斷說的 就是她有一些的台詞 所以在一套戲裡面 短短九十分鐘 或者兩個小時的戲裡面 就是所有的台詞啊 內容呢 都是要很精簡的 那如果她有一些重複的事情 你就要留意了 那 就是 比如說 有什麼是 你可以留意的就是 那個冒險家說 你可以很舒服 你來到 倫敦的時候 是會得到很 溫情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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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的 那是不是呢 都在裡面不斷出現這句說話的 當然她有其他鋪排 就是說 你只要遵循一些簡單的原則 你就可以感覺到 在倫敦如在家裡一樣 那 那 然後 紅衣就說 我和你 她身上帶了一個牌子 就是說 戰爭的時候 很多的小朋友 就是 家裡沒有辦法照顧她 就在她身上 帶著一個牌子 讓她上火車 希望呢 有一些陌生的家庭 願意去收留 善待他們 那樣 就是說 其實去到倫敦都是 他們不會忘記 怎麼樣 去照顧一個陌生人的 然後 教她 你要注重你的人 那也是真的 其實 英國人是很注重禮貌的 所以她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既是很古製式的設定 有一些是很普世真理 但是有很多東西 又真的 我們現在住在倫敦 你就會知道 其實倫敦人是 或者英國人 其實他們很緊張哪些東西 那樣的 好 然後觸發事件 總之 她就來到倫敦 誰知道 就沒有人理會她 幸好 遇到 暴朗太太 那暴朗一家人 就是 就是 其實 那爸爸 你見 就在那裡 那裡有一隻熊 不要理會她 她不知道是在那裡賣東西的 當然 你不合理 你看到電影裡面 英國人在現實裡面 看到熊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但這套戲裡面 總之就是卡通片 總之看到熊 他們不會覺得很詫異 那樣 那 但我覺得有些有趣 就是 當暴朗太太 不是 我看到一隻熊 在那裡 她 好像一個人 孤零零 她走去 就去跟她 聊兩句 那其實 如果你有看電影 你就會發覺 她一開始 也是跟她用天氣打開話題 這個就相當之有英國特色了 那但是 就是 她來到這個地方 觸發事件就是 她遇上了暴朗太太 於是 她有機會在那裡 去找到 一個可以暫時居留的地方 那事實上 她來到 她是希望找到那個冒險家的 那 跟著 就是 那個掙扎 那個掙扎 不一定是來自那個熊本身的 就是可以來自旁邊的人的 就是 其實暴朗太太很想收留小熊的 而且 她也都為這隻熊 開頭沒有名字的 就是只有熊的名字 就是 哇 那樣 但是 她說 你有沒有英文名字呢 於是 她就在佩頓頓那個站裡 遇到她 就說 不如叫佩頓頓吧 那樣 就是 那 那 但是呢 就 剛才提過了 但是佩朗先生是一個安全至上的人 那 她就很抗拒了 那 事實上呢 她一來到 小熊 小熊一去到她的家裡 就闖壞了 你看到 就是整個那個 廁所 浴室裡面 就是 流水 流得很嚴重 那 佩朗先生一打開門 連浴缸這樣 砰 這樣衝出來 就是 相當之誇張 但是很有趣的一幕戲 來的 那所以 就是 很難收留她 這隻熊 不適合住在人的家中 好啦 但是熊仔都知道 那 那 地幕破題是甚麼呢 那 我就要去找一個屋 那 那 小熊她覺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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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朗太太就知道 原來有個探險家 但是她唯一的 資訊就是 那個探險家送了一頂帽 就是她 她一直帶著那頂帽 給他們 那她就 暴朗太太 就想起 我認識一個古董店 這個 很英國特色 英國很多 二手東西賣的 然後英國人 其實很喜歡 舊的東西 那所以 她有很多 那些二手店 古董店 那有些人 就對這些舊的東西 相當之有 認識 那 暴朗太太說 我想 那個古董店的老闆 一定 就會知道 這頂帽子的來源 不如我帶你去找他 那於是 他們就開始 去尋找那個 就是 探險家那個 就是 起碼可以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 他的後人 那個的歷程 那 由 有一個 做動物標本的 女標本師 他知道原來有 這隻熊來了 英國 於是 他想捉他 去 其實殺了他 去做標本 這樣 這個就是 套戲裡面的 副主線 然後 又落時間 就是 他來到英國 怎樣怎樣 各種有趣的生活 就是 他怎樣坐地鐵 去鬧笑話 就是 他以為坐地鐵 一定要帶著一隻狗 然後搭電梯的時候 只能夠單腳站 這樣 那裡有很多 有趣的東西 你看過 就知道了 然後去到 古董店 然後知道 原來冒險家 應該是 地理學會的成員 因為那頂帽裡面 就有個標誌了 然後呢 小熊呢 其實他很善良 他以為 有個人在股東店裡面 跌了銀包 其實那個是個賊 那麼他很想追他 交回那個銀包給那個人 那麼 結果呢 原來最後發覺那個人 是一個小偷來的 那麼他錯有錯著呢 就捉了小偷 那麼於是乎呢 就上了報紙 一開始呢 不喜歡他那個布朗先生的女兒 都因為他這樣捉到那個賊 於是乎就開始很喜歡這隻小熊 那麼去到中間點是什麼呢 你留意一下 就是有一些的主線、副線 或者重要的東西 在這裡有一點點交回的 那麼中間點呢 這裡其實 第一就是講 布朗先生 你見到那些子女 跟Patterton 相處融合 那麼就開始對他有些改觀 又見他呢 穿了他小時候的那件衣服 那麼很開心 這樣 當然這段 其實不是很有說服力的 就是他突然間一下子改觀 這樣 那麼 而同一時間就是 呂彪碗獅 就找到小熊的住址 那於是乎這個就是 主線和副線在這裡交回 然後那些東西就開始在這裡 就是 就是 有一個的逆轉的位了 究竟他留得低 留得還是死得呢 因為 一似乎布朗先生接納他 但是那個呂彪碗獅又找到他 會殺了他的 那麼這裡就是一個中間點了 那麼跟著呢 那些壞事就接種而來了 那麼 就是 標本師找到小熊的住址 並且 結識了一個很討厭 這隻小熊的街坊 就是透過這個街坊 他知道 就是布朗一家的行蹤 他就要等布朗先生 他們 沒有人在家的時候 就去捉那隻熊了 那麼然後呢 就是 小熊就跟布朗先生去地理學會 想去找那個 就是 冒險家的資料 但是又發覺找不到 於是他們就潛進去 所以你看到布朗先生 就扮了一個女人 扮了一個清潔工 進去裡面 用他的電腦去找資料 那麼就 但是結果呢 無意中被他們就找到一段 有關的影片 後來就證實了 真的有這個冒險家 但是奇怪的就是 地理學會是 就是 就是 沒有了這個冒險家的資料的 那麼 那麼 也都知道這個冒險家呢 原來叫做克雷德這樣 那麼 那麼 然後 最 最大件事呢 就是呢 這個 那個女標本師呢 潛進家裡想捉一隻小熊 雖然失敗 但是釀成了一個火災 好了 那滿盆奸樂術是什麼呢 就是 布朗先生不相信 真的有人 入侵間屋釀成火災 而且他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喂 這隻熊呢 他講謊 不是他闖禍 而是他講謊 那我覺得 我們不可能跟一隻說謊的熊住在一起 誰知 就被小熊呢 就是 聽到他們這番對話 於是 他就決定離開了 那麼 通常呢 在這個古盆佳樂索 這一部分裡面呢 都要有一點點 所謂死亡氣息的 那麼 在一些的氣裡面 可能真的有人死了 但是在這套氣裡面呢 就是用下雨來營造那個淒涼的氣氛 那麼 然後呢 在這裏變小小 你看到呢 就是 小熊在街頭走的時候呢 就還有一些 歌聲 然後呢 你看到有一些 秘魯樂團在奏樂 那麼這個都是一套氣裡面呢 不時出現的一個Gimmick來的 總之在一些什麼重要的場節裡面呢 需要有配樂呢 這班的秘魯樂團呢 就會出現 融入在劇裡面的 都是這套氣裡面有趣的地方之一來的 就是相當之魔幻寫實的 好了 心靈的黑夜是什麼呢 那麼 小熊離家之後呢 他就開始繼續找這個探險家的下落 因為他們知道了探險家的姓氏之後呢 他就在那個地址裡面呢 就是逐一去找呢 就是 同樣姓氏的家庭 看看他們 認不認識這個 這個 探險家 結果最生氣呢 讓他找到探險家的女兒 原來那個探險家 那個女兒就是那個標本師 原來呢 跟著就 知道當初發生什麼事了 原來就是當初呢 其實探險家呢 他拒絕為地理學會呢 拿到這個熊的標本 他覺得 喂不是我拍了段片 證明了有這些熊存在就可以了 但那時候的地理學會呢 是相當之 stubborn的 他覺得呢 我需要的 不是這些的影片的資料 我需要的是一個標本 那麼呢 於是乎呢 就將 將探險家呢 開除了他那個的會籍 甚至將他所有資料呢 都註銷了 所以他們去到地理學會 找不到這個探險家的資料 那麼這個呢 亦都令到探險家 一家人呢 後來生活相當之困難 所以她的女兒呢 後來長大之後呢 就要立志 我要將 將這隻熊呢 即這個 這個 品種的熊呢 製成了一個標本 這樣 有一點點那種的 蝕粉的心態 當然啦 其實真正的仇人 不是地理學會 不是隻熊嘛 那這些戲裡面 就是你 就是 搞不清的了 是不是 那麼總之他就 就是 帶了一隻熊呢 就已經 射過麻醉針下去 就是這隻熊想逃走 發覺原來他想 剃掉它的時候 那麼 總之就是 來到這個位 就 哇 真的很嚴重了 可能隨時會死了 那麼第三 破題當然就是 就是 暴朗一家走去 救小熊啦 因為都是 當小熊離開了之後 他們都 很難過這樣 養暴朗太太 不斷去 去找 找回小熊 那麼結果呢 剛才我提過的 就是那個的 有個 討厭小熊的 街坊呢 其實一直向那個 女標本師呢 去 報告消息的嘛 那麼 但是他後來發覺呢 咦原來 我雖然 不喜歡這隻小熊 我其實不是想他死的 原來你要將他 製造標本 那於是乎呢 他就良心發現 就通知 布朗先生 那麼他想辦匿名人士 誰知布朗先生 一聽他 那聲就認不出是他 那樣 那麼那個位都是 有趣的 那麼總之 就全家總動員 去救他 那麼總之 一家人 覺顯神通 然後呢 就救回小熊 那麼當然他裡面呢 也都有不同的報局 譬如說呢 熊仔想要爬上來呢 他就用個吸塵機 就是 捉住個牆 一吸一吸 這樣爬上去 那麼這個就在之前呢 就 我們覺得呢 這個吸塵機 怎麼可以吸到牆牆 爬上去呢 那麼所以他就會之前 其實有一場戲呢 就顯示這個吸塵機 那個的 就是 吸力有多麼強大 那麼 當然就是 這個就是 在故事世界裡面 他有個故事物理學的 總之套戲裡面 說那個吸塵機 有這麼強 你就要相信那個吸塵機 有這麼強 所以最後來 他可以成為 小熊那個 逃生的工具 那麼 最後來就 就是 救了他 那然後呢 啊 就是那個呼應的畫面 是什麼 就是 小熊就跟 暴朗 家庭呢 一起去煮個果醬 又就是 向他介紹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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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又寫 已經寫信給 Auntie Lucy 去介紹 家庭的成員 他終於成為 這個家庭的一份子了 那麼 那個果醬呢 其實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那段黑白片 那個 探演片之後呢 其實就說 這個 小熊 和熊伯伯 熊依依 一起在煮果醬 那個就是 成為一個 家庭的象徵 那麼 他 所以說 那個果醬呢 在這個故事裡面呢 其實最後救了他一命 然後呢 又成為了一個 象徵 很多功能 因為 看看 因為他 後面我都要提到 就是 其實他一直很掙扎 好不好呢 就是 將那個 馬文尼那個 的 三文治 給些白鴿 那麼他最後 其實就是 在天台裡面那個 那個 女的標本師呢 要過來捉他了 於是他說 我可不可以在臨死之前呢 吃個果醬三文治 那樣 那那個標本師給他 然後他就 看到很多白鴿 在那裡 就把那張三文治 扔向那個 女的標本師 於是乎 就化解了一下 那個危機 那樣 那個就真的 在應急的時候出現 那這套戲有趣的就是 就是 後面再說 其實 他是不成功的 那一下 拖延了那個 女的標本師 走過去的 但是 最後這套戲有趣的地方 就是 哇 劇本好呢 就是 他有很多 驚險的場面 你以為化解了那個危機 結果那個危機 繼續出現 好 第一集就是這樣的內容 你看到其實 都是有趣的內容來的 但是 其實第二集 某程度 是 玩得更加之好的 就是他 很多的東西 是出現得更加自然的 那 我先講完他的分場 然後 最後給你看一看 究竟他在哪些位置 那個佈局 是佈得更好的 他前面的佈局 是相對少的 他 他只有那個 吸塵機 還有那個三文治 那個佈局 是做得比較好的 好 第二集 故事前提的是什麼呢 這個呢 我就給你看一下 就是我最初自己寫了的 就是 布朗家的小熊 我自己寫的 我自己寫的 但是呢 當這個禮物 被人偷了之後呢 他竟然成為了那個 嫌疑犯 被捕入獄 於是 就要看 布朗家庭 如何還他清白了 我覺得這段寫得相當之好 就是跟我那段一比呢 立刻 我那段就相迎見絕 所以 電影的簡介是非常難寫的 但是 你有時候有興趣 你真的去看一下 一些好的 有時候都不一定寫得很好的 就是 有些電影簡介 你看完 你看完那幾句 好像很吸引 進去看那套戲 完全是另一回事 但是 這個 BBC 我不知道 例如是 Apple TV 還是其他那些 就是 其實都有Pattington 可以看到的 起碼英國版 是可以的 他那個簡介 怎樣寫 我沒有特意去看 但是我覺得 BBC裡面 我看到他這個的簡介 其實寫得相當之好的 這裡其實已經是 很多東西可以學習的 一套戲 九十分鐘 兩個小時 怎樣寫到一個 真是可以涵蓋了一套戲的故事前提 的故事 的簡介 其實是相當之不容易的 就是我自己寫完 然後我再看 我就覺得自己 不懂得寫 寫得不好 他這個 寫法 其實他涵蓋了很多的資訊 在裡面 這個 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好了 開場畫面 繼續 回憶片段 很多年前 然後Pattington 他那個 Uncle 和Unty 在秘魯森林 在討論 明年我們去倫敦 怎樣 誰知道 發現了 他們在河上面 河的盡頭就是瀑布 看到一隻小熊 在浮木上面 正衝向那個 懸崖的瀑布口 然後兩夫婦合力去救了小熊 然後 阿姨說 我們 要去英國 倫敦的計劃 應該要改變 因為我們要照顧小熊 這樣 這裡 其實這個開場 既是解釋了 原來 小熊的來源 並且 你看到 原來 當年他們 不是普通的收養 而是救他一命 所以 為什麼 小熊 後來 為了 阿姨 願意去做這麼多 的事情 甚至乎被捕入獄 你會覺得 原來他為阿姨 去做的一切都很值得 因為他前面的鋪排鋪得好 原來 紅伯伯和阿姨 是救他一命的 而且 為了他 為了他們 就是為了他 然後犧牲了他們 來倫敦的機會 所以他怎麼樣 他都很希望 要買一份禮物 給阿姨 去見到 倫敦的景點 那麼 他這個鋪排 就好 他把整件事 解釋得很合理 因為 因典大 所以要報恩 也要報得重 好了 故事設定 他跟著 就說 Pannington 去到 布朗先生的家裡 他不單止 跟布朗先生的家 相處得很好 他跟街坊 都是 相處得很融洽 並且 他就好 因為故事裡 有些鋪排 你要交代很多東西 但你全部用口去說 其實有些時候 你會覺得很悶 但他這個做法 你要找一個適當的場景 去將一些內容去交代 他在這套劇裡 他就用Pannington寫信 給Auntie Lucy 去交代 布朗先生 他怎麼樣 布朗太太怎麼樣 兒子 女兒 怎樣怎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 去介紹一些故事背景的地方 好了 陳述 主題 Auntie Lucy 一百歲生日 我送一份什麼禮物給他 當然 他又去到古董店 他找到 原來有一個 剛才提過 有一個pop up的書 介紹倫敦十二個景點 他覺得很開心 因為更核心的主題 就是他怎樣去報答 孤孤養大自己 而放棄去倫敦旅遊的心願 其實你也可以說 這是一個報應故事 為甚麼是要一份禮物 又解釋得好 為甚麼不是A這份禮物 而是B這份禮物 為甚麼是一個倫敦景點的立體書 那他在故事裏面 就可以交代得好 因為Auntie的心願 其實就是去倫敦 而他是為了養大這隻小熊 於是他們來不了倫敦 好了 觸發事件 總之就是 他找到一本 一個古董的倫敦立體書 給Auntie做生日 於是我要買一份禮物給他 於是他就開始要去打工了 他想要賺錢 因為那本書很貴 因為只有一本 是一個女的馬戲團 那些空中飛人 他自己做出來的一本書 所以古董店的老闆 但我都沒辦法這麼便宜賣給你 他就覺得不要緊 我去找工作 當然他電影裡 很多美術效果做得很好 剛才我都介紹過 就是他裡面 就把這個POP-UP書裡面 一些場景 有一些幻想的鏡頭 那這些美術的效果 你是出現得很自然的 但是令這套戲 你感覺到 是相當之有趣的 就是那個美術效果做得 然後掙扎 其實他是撞板多過食板 那他去到這個法營屋裡面 去做打閘 誰知不小心 就把那個客人的頭 刮到沒有了一塊 然後其實這個也是那個POP做得很好 那這個人後來 就是他被捕之後 負責做法官的人 那這些有鋪牌就好 就是一個角色出現了 他在後來裡面 原來還有一個功能 而這一場戲本身 又有他好玩的地方 在那裡 於是他就 從廠班搶禍被炒友 於是布朗先生 他們就帶他去 去馬戲團那裡散一下心 當然之前都已經安排了 他們會去馬戲團 當然之前去馬戲團裡面 就遇到這個過去的男星 不小心被他知道了 Pettington有一本 很想買一本這樣的立體書 然後這個人 他就知道原來這個立體書 是一個藏寶圖來的 於是他就去偷這一本立體書 剛好被Pettington撞見 於是他就想去逮捕匪徒 捉賊 誰知道警察來到的時候 就只是見到他 而見不到這個賊 於是他就捉了他 因為在那個古董店裡面 充滿著小熊的痕跡 並且他有犯罪動機 因為之前他說了 他很想買這本書 當然連古董店的老闆都不相信 但是結果就是所有的證供都指向了他 於是他就被人捉了去坐牢 要坐十年牢這樣 那副主席就是布朗家庭查案記 就是他相信小熊是清白的 那他怎樣去還他清白呢 然後呢 就是這個刷過戲演員怎樣尋寶記 所以他的鋪牌是好的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過戲的男明星 於是他每一次去尋寶 因為他知道原來在每個景點裡面 其實有一個字在 總之他集齊了這十二個字 就是那個打開寶藏的密碼 他每一個地方他就扮一個人 這個機器是有娛樂性 但是在角色設定那裡是很合理 因為他是一個演員來的嘛 所以他可以扮武士 他可以扮修女 之前他就扮一個 偷野的時候他就扮一個 可能是叫什麼 就是一個流氓 流氓 流氓 這樣子的角色 好了 遊樂時光 於是就是熊仔坐牢了 那他獄中身為怎樣呢 洗衣擺烏龍 結果搞到整個 就是监狱里面的囚犯全部穿了粉红色衣服 因此大家生气到他死了 但是他就无意中教了那个厨师 那个很躁狂的厨师去做果仗 于是这个厨师其实煮的非常难吃 那些人也很恐无有力 但是傻人有傻福 小红觉得为什么这么难吃 然后大家说你就是向他反映意见 然后有一个匪徒就说如果你向他反映意见 我就不理你因为你弄到我们的衣服变成粉红色 小红就说那好吧我去跟他说 那结果就是厨师其实是听不入意见的 他根本那一刻就想打压小红 结果小红的帽子里面仍然有他救急的果仗三文字 一下子塞进去厨师的嘴里面 厨师发觉这么好吃的 然后小红就知道原来小红懂得做 那于是他就说好这小红以后就归我保护 你们没有人可以动他 那代价就是小红要教他做果仗 那结果他真的教了他怎么去做果仗 那然后呢 后来这些囚犯终于在这么多年 就是这个劣食死死团之下 终于吃到一些好吃的食物 那结果其他的囚犯都愿意提供他们的食谱 给这个厨师 那于是乎整个监狱变成了一个美食中心 整个肉中的生态都改变 所以这类的傻人有傻夫的电影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傻人而被改变的 甚至乎他们很多人生的愿望 是因为这个傻人的出现 于是乎得到实践的 就是监狱里面有 然后布朗先生家都是这样的 那当然在这个游乐时间 还包括各种的布朗家庭查案 和过去男明星那种尋寶的故事 好了 在当中大家又发现了 原来究竟原本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过去的男星的祖父 就是那个藏宝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男星的祖父原来是魔术师 他就谋杀了一个女空中飞人 然后为了得到这个空中飞人 因为他表演很出色 很多人送了很多珠宝给他 那他就收卖了 那这个魔术师想弄死这个女人 然后拿到他的宝藏 谁知道呢 他去到的时候 就是弄死了这个空中飞人 拿到他的宝藏 就拿到铁匙 charge 把他里面有些所谋定的 这件事 他猜到 没有解释他怎样猜到 其实一切的密码就在那本立体书那里 于是他就一个一个地方里面 去找回卖床的线索 不过我觉得 这个故事少少可惜 就是对这12个景点的着物 微算太多 如果不是他真的可以成为 一套伦敦旅游的宣传片 所以你看他有不同的造型 把这些玩的东西就变得很合理 中间点 主腹线就在这里交汇 就是那些囚友指出 其实近期伦敦景点 出现了很多陌生人闯入的事件 他说因为他里面那些是囚犯 他就说这个不像是犯罪集团所为 反而是像一个化妆模会 于是乎令到布朗太太去想 其实那不是一帮人做 是一个人去做 然后他就会开始留意到 其实那个过气男明星是很有可疑的 这个就是中间点 然后有什么事发生呢 他就说到 其实小红的街坊 因为Peddington坐牢之后 其实大家都活得失闻落魄 然后布朗太太 怀疑过气男明星是个疑犯 但是布朗先生她不同意 因为布朗先生其实很喜欢 那个气男明星 那个是她的偶像来的 然后那些囚友又向小红提出 逃约计划 就是去 说我们逃了出去 我们是贼来的 我们最努力就认出一些贼 那我可以帮你去执空 并且他跟他说 其实你不要想布朗先生 可以帮到你们 就是帮到你 其实我们坐牢 我们就知道 你很快就会被布朗家庭 遗忘 所以你一定要自求多福 然后布朗夫妇进去 这个过气男星的家里面 又被人发现了 这样的样子 当然这个是搞笑的 那这些就是 总之坏事接种以来 那当然里面有一句话 很有趣的 就是他们的工人依依 就是说 就是当布朗太太怀疑 是那个过气男明星 是那个疑犯 那他的工人阿姨就说 是的 因为那些演员 在这个世界上面 就是最邪恶的人 这样的样子 这些是很自账 因为他里面 就是说他们这帮演员 是不是都是一些 很邪恶的人 这样的样子 有自账才有幽默感 就是我们中国人 就非常之缺乏这种幽默感 好 本盘佳洛索出现了什么坏事呢 就是布朗家庭 因为要查案 错过了探访时间 他令小红以为 自己已经被遗忘了 那这个就是 本盘佳洛索的死亡气息 就是这里了 竟然之前那些囚友去挖 就是你一定是小下一个 小下一个 怎么知道原来一下子 是全个家庭都用来探他 于是他就会同意了 那个逃亡的计划 心灵黑赢什么呢 小红参与逃亡 虽然成功 但是他发觉 原来那些囚友不打算 就是帮他去执空的 他们只想着走了之后就离开了 这样就离开英国了 那结果就是 但是小红他觉得我不可以 我一定不可以是一个 囚犯的身份 亡命天涯的 我一定要还我清白了 这样 那与此同时 就是布朗家庭 其实他们查到 其实就是这个过气男星做作案的 那他们去警局里面 去 去举报 但是呢 警方就认为 其实你没有足够的人证物证的 其实不能够受理这件事的 好了 那 就是 破题是什么呢 就是小红呢 就是他离开了之后呢 他就很落魄这样 就是去打个电话 告诉乌浪家庭听 跟他们死活板 因为他都觉得自己 嫌疑未洗 也都没办法跟他们家庭团聚 那么他打去家里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留言服务 那么他总之就在留言机里面 降低了之后他离开 那么结果呢 你看到这个电话亭的灯 亮了 然后后来 布朗家庭 听到那个留言 立即打回电话给他 这样 那么然后 然后破题是什么呢 就是 布朗家庭联络上这个小红了 并且呢 就是大家在言谈中推论到 原来的宝藏呢 就藏了在马戏团的风琴里面 而马戏团呢 那晚就要离开伦敦 那么他们猜到过气 男明星一定就在火车里面 他手上一定有那本的立体书 那么到时就可以人中并获了 那么于是大家呢 就分头呢 赶到火车站那里了 那么小红就坐着垃圾车过去的 那么这个都是前面的伏线来的 结果是什么呢 总之就是连回打斗之后呢 人装并获 捉到这个过气 男明星 而小红呢 在意外里面呢 连同车厢跌了入河里面 全靠暴朗太太 还有那些良心发现的囚犯 他们呢 原本坐着飞机走的 但是后来呢 决定呢 赶过来呢 结果就合时和暴朗太太呢 一起呢 救了小红出来 如果不是小红就淹死了的 那么我们又说了 那个场景的设定是什么呢 那个场景设定在马戏团的车厢 所以很多个画面是可以很卡通化的 这套戏呢 其实那些画面呢 即大部分都可以直接做poster 这样的 非常之靓的 而他怎么样去设计 令到他可以有这么靓的画面呢 其实他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比如说最后一场他就设计他们在这个马戏团的车厢里面 有追逐啊 那些背景就可以做得很漂亮了 好了 即是怎样令到不合理变得合理呢 我说Pettington 就是这样 但是真人版你就会比较受那个现实的物理学所束缚 你会觉得那些东西要合理一些 那不过 总之其实在戏剧世界里面的物理学呢 某程度都是很而稀的 是可以用布局去解决这些不合理的物理现象的 他比如说一开始 就是刚才说过了 故事是透过小红写信给Auntie Lucy去交代布朗一家的情况 令铺牌很简而清 并且也等于这个傻人帮他们去满足了 这些人其实在旧小红的过程里面 就让他们自己一些理想得到实现 原来布朗太太就很想有自己那个冒险故事 他现在在练习品游水去法国 那结果最后呢 他就在水底里面去救到小红 那于是乎那个明明在水底救小红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就变成了很合理 那当然呢 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的 我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的 究竟这一场戏是一个巧合呢 还是故意呢 就是我们所谓向不同的电影致敬这样 因为其实同一年同一个女主角 这个2017年的戏 他另外一部戏叫做《亡人水》 其实就是有水底里面 跟那个怪物在一起 而这里呢 在水底里面就跟一只野兽在一起 那这个位置是很好笑的 但我没有办法查清楚呢 是巧合还是呢 就是偏剧故意 想起个女主角有一套这样的戏 又故意安排有这样的内容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挺有趣的 好了 那他一开始就说呢 啊布朗的女儿 就是我叫布朗姐姐 就是因为呢 他跟个男朋友呢 就是分了手 那于是乎呢 他发现了学校里面 有一部印刷机 那于是乎呢 他就就决定要扮一份刊物 那于是乎呢 他就要到处去采访了 那这个呢 是令到他们后来呢 可以贴大量佳招呢 很合理的哦 就是他们知道 其实这个才是真空的哦 那于是乎呢 他们就四围贴那些的宣传 那这个你当然可以说 那么他们走去影印谱里面 影一万几千张都无所谓 那但是原来 个女儿自己有部印刷机呢 就是学校里面的印刷机 他可以用到呢 这件事就合理了 还有他后来呢 要去查案呢 就去到 我都不记得了 这个是什么地方啊 就是去 想去知道 那个过气蓝明星的资料 那么他就用采访嘛 那因为他自己办了份报纸 那么他上门去做采访 就变得很合理哦 就是 不合理的东西 只要铺牌得好 他全部可以变得很合理的 那然后呢 最后来呢 他们要去救Pittington 那于是乎呢 布朗弟弟 原来懂得开蒸汽火车的哦 但是你怎么可以解采 他懂得开蒸汽火车呢 原来一开始呢 就说呢 原来呢 上一集就说他喜欢一些火箭 这一集呢 就说他喜欢蒸汽火车 不过呢 他觉得 这个年头玩蒸汽火车呢 不够酷 他不想别人知道 那但是结果呢 他最后来呢 是蒸汽火车 我打了水车 就是他就用了这个蒸汽火车呢 原来他喜欢到呢 他懂得开这些火车的 那也都令到呢 这件事变成 就是原来开火车变得很酷的一件事情 那于是各人呢 在他的身上呢 就是 就是 将自己的理想得到实现 然后又救到他哦 那然后他里面呢 暴朗先生是面对中年危机的 那他其中一个方法呢 就是学习瑜伽 那 就是 例如说那些人呢 在练习瑜伽的时候 一字码 他根本做不到的 那其实呢 之后呢 就铺牌呢 他们由一辆火车 跳去另一辆火车呢 去救Patterton的时候呢 其实呢 暴朗先生呢 是 一开始跨不到 刚刚呢 就夹了在两辆火车之间 然后两辆火车呢 就越洗越远 那于是乎 他就要做出这个 一字码的动作 那你如果就这样说 他做到一字码的动作呢 是搞笑 但是不合理 那但是 所以他安排了之前呢 他 他有一个的 就是 就是 学瑜伽的过程 然后那个的 瑜伽的老师跟他说 Open your mind 那然后你的脚 就可以打开了 那于是乎 他就在那一刻 那里你就看到了 他就 Open他的 mind 那样 于是乎 他真的做到一字码 你看到是很搞笑 但我觉得 其实这一套要好玩的呢 就是 他将这些 搞笑的内容呢 再颠覆一次的 就是因为呢 他 脚抹开了之后呢 然后他发觉原来前面有一条灯柱 在那里 这些信号灯 那样 那样 那于是 哎呀死了 怎算好呢 那就撞下去了 结果呢 又是他的工人依依呢 一下子救了他 那我觉得 他好玩就是 他那个的点子呢 不是铺爬一个的 而是铺完一个 又颠覆另外一个 那样的 所以在第一集的结尾里面呢 其实他都有这个做法的 就是呢 你看到呢 小红呢 丢了那 那个三文字 去那个铝标碗尸那里 那里 于是一群白甲呢 冲过他那里 那个铝标碗尸 你以为他跌了下去 谁知道又被他站得稳哦 那你以为 功亏一跪的时候呢 于是又是工人依依 所以工人依依 其实是这套戏里面的宝藏来的 就是他刚好在 他们那时候在天台 那阿伊 就打开天台 那门要上来 于是就 真的撞到那个铝标碗尸 又救回他一命了 我觉得 好玩的 其实就是在这里 就是他不断 就是好像 报了很多局 你以为最关键的那一刻 救到了 然后最后呢 原来又不行啊 然后又再有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 就是他一层接一层 那当然呢 就是我都说 指钊是英式的幽闻 你open your mind 于是你做到了 但原来前面 还会有其他的问题 你是解决不了的 那这种 就是 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的方法 是会令到故事 就是充满着各种的趣味 然后呢 又是 因为 其实你可以说 另外一个副线 都是阿布朗先生的 中年危机 就是公司升职 就是升职了个年轻的 不要他粉 那样 那然后呢 就 其实这个故事一开始 就已经用 用对话 然后中段又用回忆镜头 两度提过呢 就是阿布朗先生呢 原来是 是扔球的高手 那但是呢 布朗先生就觉得 哎 我现在不行了 我现在不妨东联勇 我这些中年人不行了 那结果呢 最后这个扔球呢 就成为呢 他要捉拿这个过气男明星 那个方法呢 就是 他最后 哎 看到他了 于是乎呢 布朗先生冲出来 就是当他女人 拍下了一张照片 证明呢 他是那个真正的 那就是 那就是 这就是 他最后这个杀手锏 就是之前呢 其实是有 伏線 并且就是 因为他扔球成功 又代表呢 布朗先生 处理了他那个中型危机 又加上前面的一字马 那样 所以 重要的内容呢 有时候 其实不要只出现一次 其实他中间呢 很合理地提 呢 其实他中间呢 是会令到件事出现得更自然的 因为呢 有时候观众是会看漏了的 但如果你重复出现的话呢 观众比较不容易看漏了 那也都呢 更加合理呢 这条线呢 最后来的杀手锏 那 那 那套戏好的 就是他所有前面的东西都有铺牌的 就是说 后来呢 小红呢 拿了他这个的梯呢 来做逃生的工具 但一开始呢 我们就说 小红呢 他要去赚钱 就是 买礼物的 那他这个梯呢 就是他拿来呢 去做呢 清洁工人的时候呢 拿来洗枪用的 那所以最后来 他突然间 拿这条梯出来呢 你就会觉得很合理了 那然后呢 有一场呢 就说他去到这个的 马戏团那里 那于是乎呢 他就拿这个 就是英国的食品来的 就是英国的甜品 是叫做 就是拖匪苹果 那在supermarket 有时候都买到的 那小红呢 他去吃 哇 于是乎呢 觉得很黏的 那一场你见 那一刻见的时候 你觉得很搞笑 很自然 因为 这些类似冰糖糊露的东西 也都会在这些 马戏团的地方 可以找到的嘛 那结果呢 他后来呢 就成为了小红 爬上车的时候呢 拿来做吸盘这样 就是 明明你知道 拿个拖匪苹果 黏着走是不合理的 但是 故事物理学制 故事里面说 他是这么黏 他后来出现的时候呢 你是会接受到的 这个是电影的物理世界 好了 那 就是 例如说 他 我们就说 他对街坊很好的嘛 小红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 他跟那个 就是 倒垃圾的工人呢 其实呢 他跟他呢 每天在复杂一些 道路资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有什么牌子要考 因为在英国很多东西 都要有证书 这样的 那最后呢 就是 小红呢 要趕去火车站 就是遇到他在那里 倒垃圾 于是乎呢 就是这个的 垃圾工人为他开路 不过我觉得 那里呢 有少少浪费了个卖点的 就是 他开路去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他可以安排一个呢 就是说 就是 他跟司机说 不要这边 转那边会快点 那样 那其实呢 又可以呼应到 一开始呢 就是 他每天在复杂的那些 就是 道路资讯呢 那个 那个的内容 那 但是这个 仍然是有铺牌的 就是做得很好 那 那年呢 一开始 他对着流浪狗 也有回报 成为了他中间呢 就是要去捉拆的时候呢 那个工具 那 就是如果 就是 你看这个 就是 《先月让英雄救猫咪》 这本书 你就知道了 就是当主角出场呢 一定要安排一些呢 他很善待别人的剧情的 那这里呢 就是他去 不是救只猫了 是救只 就是去善待一只流浪狗 而这只流浪狗 最后 又转化过来呢 帮英雄追责 那样 那这个也是布局来的 所以我就说这套 那些伏线呢 是多到不得了的 就是他前后 不断呼应 令到一套的卡通片呢 所有的内容呢 都变得 好像很合理那样 那当然呢 就是还有很多地方 不合理的 但是 就是观众的话 其实有这么多合理的场面 你就已经可以接受了 这一切的了 连他后来呢 为什么无端端 他身上没有钱呢 去打电话呢 一开始都解释了的 就是阿姨呢 在他耳朵里面呢 就是 那是变魔术呢 就是总之 给了个小银子 他就放下了 在他的耳朵里面 那这个就令他后来呢 随身有个钱 可以打电话回家 那美术的效果呢 怎样 令到 这个本来是陰森的监狱里面 充满这个 喜剧的色彩呢 就是说他洗墨的时候 不记得分开洗 一只红色的墨 结果染了整个囚犯的衣 当然这个是夸张的 那但是他开始就说 那 那 其实一只蜜都不会很严重 结果就变得很严重 那样 那这个都是有少少的 就是 嘲讽那个 也不是 应该说 也是有少少喜剧的效果呢 好了 那 他还有一样东西好呢 我就说呢 他怎样令到第二集增值呢 因为他有一些铺牌 他用回第一集的东西 就是第一集呢 其实他有一样东西呢 阿姨教他呢 就是你如果 遇见有一些人呢 就是 不听话 你要用这个 雷啤他 那样 那他第一集呢 就令到 这个 暴朗先生呢 他愿意屈服呢 就是他扮女人 潜入这个地理学院 那第二集呢 又出现这个呢 令到那个 监狱里面的那个大厨呢 愿意帮忙 就是不是坐在那里 等他去煮果仗 而是配合他一起去煮果仗 那 而且这个露碑 这件事呢 令到这只善良的小熊呢 是更加 人性化的 其实他是扮 生气的 那 但是就是 如果一个人呢 完全不懂得发生气呢 其实 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格 那 那 好像这个小熊 我就说了 他第一集里面呢 他 他平时很礼貌 但然后他吃饭的时候呢 是很粗魯 很原始的 那这个令到他很人性化 然后 他也都有这个 露碑 这些表情呢 也都令到这只熊呢 是变得更加可爱的 那 然后呢 第一集呢 就有一个呢 就是很喜欢喝咖啡 对沈美欧特殊癖好的保安呢 在这个地理学会出现 因为 总之是男扮女装的人呢 他都觉得是很美的 那样 那第二集 可能他第一集呢 表现得太出色了 第二集呢 就安排了呢 他在一个教堂里面做保安 又形容 就是又要说呢 就说 就是这个的 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女人 就是那个的 过去男明星扮修女 入到去这个教堂里面 去找那个藏宝的记号嘛 那由于人物太有趣了 那于是 其实你见了 刚才看那个英女王 和Patterton 喝茶的短片里面 又安排了他出场 那所以说 这个是第二集 用回第一集的元素 然后这个重复 带来了惊喜的 重复呢 可以是编剧的懒惰 但是用得好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一个创意来的 就是当你第二集 又见到这个保安的时候呢 你觉得很开心 很好笑 因为他实在是一个 太搞笑的角色 然后 他再在和英女王喝茶的片里面 再出现的时候呢 你都会很开心 我不知道 好像说 吐气还会拍第三集的 那 不知道第三集 会不会又安排他出场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李法二外受害人 原来就是后来审望的法官 然后最后大家又在火车上遇见 那这些都是一种的趣味来的 就是吐气 就是用无数的细节去铺牌 而我觉得呢 其实第二集比第一集更优胜的地方 就是呢 连个坏人都是非常之可爱的 所以第一集呢 你想想 那个女标碗尸 哇 他要去杀一只熊 你觉得这件事呢 最后又要捉捕那只熊 要劏他 你觉得这些 多多少少是有些恐怖的气氛的 那但是呢 第二集这个的坏人呢 是好笑很多的 所以他令到套戏更加合家欢的 那而他中间里面呢 这个过气的男明星呢 就是他 暴朗太太去他家做访的时候呢 那他又说 我想到一些 怎样的歌舞的内容 其实是相当之不好笑的 但是呢 在那里出现呢 很自然 就是令你觉得 这个人呢 只是 只懂得做些懒笑话 那然后最后他坐了牢之后呢 因为他真的在牢里面呢 去表演回之前那个的 歌舞内容 那你就会觉得呢 其实呢 是很有趣的 并且你知道呢 就是这类 就是 印度 寶来乌式的歌舞呢 其实一般人 是没有兴趣的 但是呢 他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呢 他令到最后 其实一个彩蛋的内容呢 是很吸引的 就是最后这个过气的男明星 就是虽然他是坏人 在这一套里面 但是其实他都很可爱 最后他在监狱里面呢 终于实践了他那个演艺的事业 带领着一帮的囚犯 留意 仍然是粉红色的囚衣 再歌再舞演出 这个是傻人胜利的象征 那被佩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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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 然后大厨说做什么,你想我走进去,然后锁起我 他说不是,这个是礼貌来的 因为Auntie Lucy告诉我,只要你对人善良和有礼貌 这个世界各样东西就会好 这个就是套戏里面的一些小小金句 所以套戏里面的剧情,对白 各方面其实他做得很好 很多时候我们学写剧本 或者学写任何故事,就是怎么样去铺牌 令到一些可能不是很合理的内容变得合理 我觉得其实杀人有傻福这类的戏 难写在这里的,因为有很多的搞笑的场面 因为他很不合理,有时候你看的时候 你看到就是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乱来的,但是这部戏不会 我觉得这个是这部戏成功的地方 好了,我要分享的内容是这么多 我们又超了市 小小而已 都很多谢迎福你很深入 亦都分享得很仔细 很多都看的时候是觉得很有趣 但原来经你分析的时候 都真的经,我想是编剧 又或者是创作班底 用了很多心思去铺牌才会有这一种效果再现 多谢迎福每一次都很细心带我们去拆解 和欣赏一部电影 其实我都很喜欢这部电影 其实我都很喜欢这部电影 又或者在监狱里面的环境 他带了一些粉红色 其实都是一种 一种 温暖了 即是温暖了的气氛 原本是黑白的 或者白色和灰色很冷酷 你带了一些粉红色 而当中我又觉得厨师 他好像在里面被小红带着的时候 他好像重演他那种 煮食的热成 里面变成一个美食中心 而到最后 那个演员进去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法官 叫他好好地用你的才能 在监狱里面 六个月之后 那个监狱就改变了 成为一个电影 再高再无 我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好像是一个监狱 这种被囚禁住的一个 不自由的地方 原来都可能 会是一些人可以在里面 实现到他的梦想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是少少 导演也都想令我们去想的一个地方 是的 所以我说 这类常人有傻福 就是他常常会挑战那个体制 那个体制就是监狱 你觉得很恐怖的地方 但是原来 有些这样的人在当中 监狱都可以变得很美好 其实我们这次就比较多说 就是个故事的铺牌 其实有时候有很多台词 都是很有趣的 就是比如说 他有一场戏 就是小红和厨师 在煮那个marmony 就说要切那个果皮 于是厨师不就好 原来刀法如神 是 然后小红就问他 哇 你怎么样 做到这么好的刀法 然后他说 你不会想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位置很黑色幽默 非常之好笑的 其实呢 我就说这套戏里面那个剧本 真是教材级的 就是它各样东西 如何一步一步去普遍 其实它连很多的台词 都是写得非常之好 不过我们这次 没有机会去 还要把他用台词里面的那种幽默感 就是刚刚说我也有引过 那个龚仁依说 这些演员是世界上最邪惡的人物之一 因为他是骗人的 就是演员是基本上骗人的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 我觉得他写得很好 而且可能是有一种英国的特色 就是他们很喜欢说话 好像在那里潤你 又或者是一種幽默 都是寫得很好 好了 我們這次的時間 差不多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 都有一套 電影想和大家分享 已經定了 讓大家看看 《爸爸可否不要老 The Father》 電影的類型 就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 刑峰會否可以透露 這套電影 為什麼要選這個 有什麼特別呢 這套其實是一套寫實片 但我覺得它最厲害就是 劇本寫到 你以為是在看這個 迷離境界 但我覺得其實最好就是 它這個不純粹是玩的 我想起我們看 《埃丁美洲魔幻寫實主義》 它有一種的說法 就是說 你的魔幻是他們的寫實 因為這套電影都不需要隱瞞 其實這套電影是講 一個老人家失智症的 就是它開始認不出 批准迷離 但究竟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 其實它就活了一個 一個迷離境界的世界 我覺得這個又是一個 很精彩的故事 它原本是舞台劇 但是它 它將一個老人家患了失智症的時候 它仿佛會是一個迷離境界裡面 那種感覺 它拍到出來的 我覺得是幫助我們去理解了 就是老人家患上失智症 是一個怎樣的情況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它不是告訴你 它會怎樣怎樣 而是它呈現了 因為你看的時候 你開始以為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故事去看 你以為你在看迷離境界 好啊 我們真的很期待 凝福帶我們去欣賞 和去拆解這套電影特別的地方 那好吧 我們12月再見 拜拜 謝謝凝福 拜拜 謝謝